大家好,我是阿豪 我們今天要來開我們的8月最新景品 那我們這次的最新景品就是我們的 雄出超 悟空跟貝吉塔的合體技 我們這隻公仔是Taker Fighter的兩隻景品 他們兩隻為一組 你在包裝上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那這邊兩個是可以合成到同一個底盤的 我覺得這次做的還蠻酷的 就是第一次看到有景品可以兩個合在一起 這次 一樣它上面有一個萬普跟萬代的Logo 那之前的影片我都沒有講到 這邊還有一個萬代的Logo 所以先跟大家說一聲對不起 那這個一樣是我在南港出貿之內的 景品均一價是一隻450 兩隻900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這兩隻 900塊的景品到底有沒有那個價值 首先我們先看到它的 外箱 這個外箱 其實兩個 差不多啦 畢竟是一組的 有差的地方就是一邊是悟空一邊是貝吉塔 那我們就拿一個來看就好 個人平安悟空所以我們就有看悟空 它第一面是悟空的形象 那這個就是貝吉塔的形象 就跟我們說說了 那我們整個翻過來這邊一樣也有單獨的 悟空跟貝吉塔的形象 這邊翻過來 一樣 兩個合體的公仔的那個形象 再來是它上面 兩個放技能合體劑的動漫簡引 再來我們再翻過來正面 這正面也是一樣 兩個人站在一起 釋放合體劑的那個形象 注意喔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全部都打開 那我們的零件都在這裡 每一個公仔的零件都是各四個 左邊這邊是我們的飛行塔 右邊這邊是我們的悟空 那我們就先把它組裝起來 好的,那我們組裝好了 那這兩隻分別就是 氣候術超裡面的超藍悟空跟超藍貝吉塔 那他們兩個使出的是合體技 那上面封面這邊有講 最強的合體技 然後我們現在是個別的一個 單一個體 那我們就看到 悟空其實這個姿勢是他跪拜氣功的姿勢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姿勢還蠻帥的 對,那手上如果多一個氣功球 我覺得應該會很棒 再來是我們背機塔 這姿勢就有點滑稽了 單看這姿勢我是覺得怪怪的 然後剛剛也有說過 我們這兩隻是可以 合在一個底座的 那我們現在把它合起來 合起來給大家看 好,那合起來就是這樣子 就是一個兩個partner 背對背擁抱 我們背對背擁抱 再來就是我第一次看到 有景品可以這樣一組兩個合在一起 我個人覺得還蠻酷的 對,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細節 首先先介紹背吉塔 介紹的時候我會把底座拆開 因為 那底座就不太好介紹 首先我們先看他表情 這個表情我個人是覺得 沒有崩啦 沒有崩就是一個60分 及格的分數 再來他這個鼻子 我覺得做的有點尖 這鼻子是怎樣 米古朗 再來我們看他頭髮 他頭髮做一個漸層色的 有一個深藍色的 頭髮顏色為底 再來比較上面是 淺藍色的顏色 那我們把它翻過來 一樣齁 一樣是深藍色跟淺藍色的對比 再來是 他這個頭髮其實有點尖 真的蠻尖的 我那時候在拆的時候我有被他刺到 還蠻爽的 所以 建議大家如果 要給小孩子玩的話就是 要注意一點 這真的很尖 會刺傷人的 再來是他這個衣服 該破的地方有破 像這邊就有一個很大的破壞糠 然後 衣服有點皺褶 那這邊衣服也是 破掉了 這邊也是破掉了 我們把它翻過來 該做的肌肉線條有做 行 我覺得可以 然後 手套這邊有做舊化 畢竟已經戰鬥過了 都有戰損了 手套的心得就有點不太合理了 我們再來看 他的鞋子 一樣是有舊化 再來 他這邊膝蓋這邊一樣也是有戰損 其實他該做的戰損都有 再來就是他的 美國隊長 翹臀 有做出來 我覺得可以 這個100分 再來我們介紹最佳男主角悟空 一樣是超人形態的 一樣把底座拔掉 我們首先來看到就是他的表情 警降武高派 這個表情一樣沒有崩 幾個分就是先給60分 一樣他的頭髮 有做那個 劍層色 不過他的劍層色跟貝吉塔比起來 他就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我們拿來比較 他劍層色就比較沒有那麼的明顯 反而貝吉塔的劍層色比較明顯一點 一樣 就是劍層色沒有做的那麼明顯 但是基本上還是有 再是他後面背肌 這背肌 有點髒髒的 這肌肉線條也是有做出來 我覺得很棒 再來我們轉過來 肌肉線條一樣也是有 我覺得可以 再來是他的手 這是他 準備使用龜牌氣功的手勢 我覺得裡面就是沒有 那個氣功彈就是有點可惜 如果可以做出來的話 我覺得還蠻棒的 再我們看他的褲子 這褲子一樣有兩個破崗 應該是 他是最佳男主角 所以他有兩個破崗 貝吉塔是男二 所以他只有一個破崗的原因 然後他褲子的 皺褶一樣有做出來 腰帶的皺褶一樣有做出來 然後他衣服這個破掉的 一樣是有做出來 因為每次戰鬥 悟空 標準 標準的配備就是先暴衣 對 鞋子 鞋子一樣是漸層色 前面是淺藍 後面是深藍 這邊一樣 後面是深藍 前面是淺藍 那鞋帶有時候做出來 我覺得可以 鞋子 這次我個人是覺得兩隻公仔的臉沒有工 基本上就有及格的60分 再來是他的衣服還有一些頭髮都有做一些漸層色 再來是他的手套就是貝基塔的手套這邊也有舊化 這邊有舊化我覺得做得不錯 再來他有特點就是他的戰索 該破的地方有破 就是戰鬥過的痕跡 再來是我們悟空整個衣服都破了 這是悟空的一種象徵 只要每一次打架悟空的上半身衣服就是會爆掉 整體上讓我覺得沒有那麼好的點 就是他們的手分別都有用他們技能的姿勢 但是卻沒有有那種技能的配件 我覺得這一點就是做得沒有那麼好 這樣會少了一點味道 不過整體上我覺得這樣就很棒了 基本上我建議大家就是如果你要買 就是兩個我都買 然後你也不要分開 你就是這樣放就好 這樣就夠帥了 今天我的開箱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可以幫我按一個讚 並且分享我的影片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點讚我的Facebook粉絲團 如果想第一手看到的影片 可以開啟小鈴鐺 也不要忘記幫我們的鑄帽子按一個讚喔 我們說好 再見 掰掰